我出道这八年 我已经拍了22部戏 其实做第一部电影的抉择还挺难的 那种敬畏之心 可能给自己的包袱太重 小四导演 他为什么 他不愿意用提升 从进组之前 就知道有裸半身的一个戏 我跟Mark 我们俩在一个桥上 拍了十天的大影 其实我一直不太理解转型的 这个根本意义是什么 不是只有观众女要求 但演员没要求 我也有我的要求 发现我接触的人越来越少 假如我这帮发小孩 还有没结婚呢 就都来过我当吧 大家好 我是庄雅婷 这里是凤凰网非常道 今天的嘉宾 邓伦 凭着一口真气 邓伦慢慢得到他想要的生活 在电影里演绎着不一样的情感 在生活中保持着本真和豪爽 他依然有自己的梦想 也踏踏实实过好生活 在细微处体验人生版态 在每一部戏中演绎着豪情与柔肠 他觉得红尘烟火性 是对演员最好的滋养 就是我们终于看到你的第一部电影作品 即将上映了 你当时就是怎么决定来拍这部电影 其实做第一部电影的抉择还挺难的 其实也拍了很多年戏了 但是一直没有拍电影 没拍电影的原因也是因为 总会觉得自己还不够 可能是心里对电影的那种敬畏之心 可能给自己的包袱太重 所以也不知道自己 是不是真的把自己打磨好 然后可以去塑造一部属于自己的电影 那机缘巧合 我觉得碰到烟烟尸这部戏 其实最直接的一个原因是 当我发现我遇到这部戏的时候 其实我发现我是需要一种东西 去把自己心里对于第一部电影的那个结给打破 可能是我需要别人给我一点信心 给我一点鼓励 给我一些安全感 然后促使我去尝试自己的第一部电影 我觉得小四导演给了我最大的一个这样的信心 我觉得让我很信任他 所以我也就毫不犹豫地接了这部电影 那其实你觉得这个故事它有什么打动你的地方吗 其实因为我们一下拍了两部 对两部是完全不同的 其实第一部会更给我的感受会更柔情一些 第二部给我的感觉是比较复杂和更加的眼花缭乱 或者是更加的热血的一部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反差其实就会很打动我 那就第一部来讲的话 其实我觉得主要是一个柏雅的一个 他自己的一个一种转变和一个自己的成长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简单和单一的人 包括在电影里 其实我刚开始没有太多的话 没有太多的情绪 但当遇到情名了以后 这两个人在一起碰撞 碰撞了以后 我觉得对于柏雅也好 对于情名也好 对于他们每个人都是一种非常大的一种转变 我觉得这种在短短两个小时的故事之内 有这么的一个巨大的转变 我觉得对于演员来讲 我觉得是一个很想演的角色 有 应天顺时 寿司明明 金船斩蛇之人 即刻入宫 但是你觉得就是说这也是一部古装戏 它和你以前演过的一些古装戏 就是说电影的话有什么区别吗 其实拍 我觉得电影跟电视剧本身是有不一样的 每个有每个的难处 就是有都有不容易的地方 比如电视剧可能 我的感受是可能就会更讲究连贯 更讲究语言表达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东西 是要有节奏感是要好的 逻辑性是要强的 那比如说就于电影来讲 可能会更片段式 我拍完演员是包括跟小斯丹合作完了以后 这是我对电影的一个理解 那种反应和捕捉到的一个细节是无意识 然后你觉得那在这种体力消耗上可以比吗 因为很多戏不都是要调威亚吗 对 我觉得我有接近70%到80%的戏都是打戏 其实伯亚这个角色跟我之前演过的 哪怕古装的角色其实也不太一样 其实他就是一个武士 而且他没有什么太多的法术 他全是近身的肉搏 然后拿刀 拿弓 或者是什么都不拿 然后肉搏战 我觉得包括这两个人的武打的方式 也区分开了他们两个人 他们两个人的性格 其实伯亚有点笨笨 在傻傻的 秦明是遇到事情先动脑子 伯亚是不会浪费那个时间 哪都就往前冲了 然后可能发现冲上去以后 发现好像事情不是那样的 而且一朝起就连衣服都不穿 听说你是裸着上半身 拍了有大概一周的戏 其实加上第二部的话不止 从进组之前 然后就知道有要裸半身的一个戏 那个时候就是没有别的办法 如果我觉得那时候我激励自己的就是 如果你想在你第一部的电影中呈现一个好的效果 也没有捷径可走 那就是每天每天的练 控制饮食 刚开始我是吃把自己吃胖 对然后先吃胖 吃胖了以后 然后那时候每天都很肿的样子 然后又往下剪 剪的过程是很痛苦 嗯对我觉得所以嗯但我觉得还还行 能看哈哈哈 然后我们还看到预告片里整个人被埋在沙子里 好像你这个戏中间吃了很多苦哎 有埋沙子 Action 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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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大门 我一本 嗯是其实嗯其实拍戏就是这样 嗯每部戏 每一个演员工作人员经历的都都会经历过这个啊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嗯也不会觉得 特别反而有的时候比如说像埋沙子这种戏 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要求导演是真的真的给我们真实的东西 嗯因为这种东西呃包括有的太多的打呀 包括其实小四导演他为什么他不愿意用提升 他他哪怕再高难度的动作 他希望我们先在拍前训练的时候希望我们去尝试一下 假如在五指的帮助下演员觉得OK 觉得我可以达到 哪怕我做不了一百分 我没有那些五指做的漂亮 但是我可以做八十分 嗯那可能小三也会选用我们 因为那个东西是更为真实的一个东西 所以你们这次是真的在打 这这真的真的在打打的身上全是那个 青一块紫一块尤其是到最后的肉我站就完全是胳膊碰胳膊 对然后对包括埋沙子这种戏 其实这种东西是有助于演员去去表演 嗯啊也会让导演很很好的去拍摄 呃反而用太多的特效和什么那个就是 是是会影响影响表演的 嗯那整部戏里边的就是表演让你印象最深刻 或者你觉得就是最困难的场景有没有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记得是第一个阶段拍打戏 我跟马克我们俩在一个桥上 呃拍了十天的大夜 嗯打一场戏 开始一二三出 看我那场戏打了十天吧就是没有提升 唯一能够撑下去的也就是彼此给彼此的面丽跟打气 因为那时候刚开机不久啊也是我们俩刚拍了没两天 然后就就就做了一场这个很很长的一段打戏 然后也是在这个剧中我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戏 因为我跟马克之前也不认识啊也是这部戏才认识的 所以那种感觉和两个人针锋相对的那种那种 对这个其实在第一部的时候这场戏还给我留下挺挺挺深的印象 那怎么样你觉得就是这部电影里边跟赵又廷的合作感觉怎么样 我们俩很像 我们俩从性格怎么都很像啊 我们俩从性格怎么都很像啊 所以我觉得呃 可能就更更更更容易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对因为我看到有人说同事一个星座 然后同样就是单眼皮男生 对对对 可能星座有一点点的关系啊 但我们俩性格真的很像 都是那种其实刚开始不太爱说话 然后但又想很快的跟对方熟悉 然后又怎么样对 然后后来慢慢了解 然后看破哦原来我们俩想的是一样的 然后包括其实在在演戏的时候 包括在在拍的时候的有很多的点和逻辑啊 包括什么其实我们俩的想法都都挺一致的啊 所以所以达成了这样的默契以后 其实不管是在戏里戏外 其实我们俩的一些交流和沟通 都都特别的简单 我觉得第一部电影能碰见马克 然后在我在我跟我演对手戏啊 我觉得自己特别的幸运啊 就是能有一个这样的演员 这么好的演员然后再帮助我 那你是怎么看就是说这部电影里边的 就是说男主角的感情线 其实就我个人而言啊 其实我特别好理解这种情感 因为我有一帮特别好的发想 啊 所以其实可能对于我的生活的成长经历来讲 可能我特别好去找到的那个点啊 因为我跟我这帮兄弟们就特别的特别的特别的好 就是往大里说就是生死之交 就是光屁股长大 然后一直玩到现在 但是你让我怎么描述啊 我 我不知道 但是我很能盖到那个那个点 其实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在想过这个问题 就是真的一定要有一个逻辑吗 当然 当然要有逻辑 但是一定要有一件什么就是 我一直就不会就像是比如说 你掉河里了 我把你救出来 然后你这辈子你生死交付给我 我觉得不至于 就是有的人是就算你掉河里我把你救出来了 你也不一定敢把生死交付给我 虽然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他们俩可能就是到了他们俩已经 其实都已经长大成人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世界观 每个人有每个人价值观的时候 碰到了一个真的有缘分的一个人 那两个人可能就也会变成 例如我和我发小之间的这种情谊 所以我可能找他们俩之间关系的那种感觉 我是这么找的 所以这个戏你觉得就是说对观众来说 他们应该是说从里边领会到什么 就是你最想让观众就是感受到你的那一部分 你觉得是什么 如果单说博雅这个角色的话 可能 可能我想让观众感受到的是 在自己的内心里 永远要保留着一份单纯 我只想做这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就是他把自己的单纯留给了自己 等他遇到清明的时候 到生死交付的那一刻 我觉得是他把自己最单纯的 那一个勇往直前的那股精神 交付给了清明 所以我觉得我希望博雅这个角色能带给观众这样的感受 所以这个是第一步的话 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感情 他其实是做了一些留白处理的 我觉得留白其实是最最揪心的一种一种表达 就好比欲言幼稚 就是心里可能都 说实话 其实拍一部戏 演一个角色 我觉得也就是 你不能完全百分之百的去懂他 去明白他 如果你都懂了 都明白了 你就演不出来 或者说你就是故意在演了 其实我们在塑造角色的时候 我们也是 我们也不知道博雅会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博雅会 我们只是有一个大概的框架 导演没有在剧本上规定 就是有一个括号是 其实博雅不想清明总 然后你要把他那个 那个留恋演着 没有 其实 但这个我觉得不表达 是最好的一种处理 就是欲言幼稚 就是说 我也知道你有很多粉丝 然后他们现在全都已经开始 摩拳擦掌了 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去看这个电影 但是这个对你来说 这是你演的第一部电影 你有什么话 想跟粉丝说的吗 我觉得 我觉得肯定是很 也很感谢他们能 他们能这样支持我 但是 我觉得 我觉得对于粉丝们其实 因为 因为我们其实就 就好像是 是一体的一样 其实不管我 不管我是今天我上一部电影也好 还是我有 我有剧要播 还是怎么怎么要综艺要播 还是怎么怎么样的 其实他们他们当然一定都会 都会支持我 我很谢谢他们这一路 支持我 然后也让我有勇气去拍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 我也希望 我真的也希望 我也希望粉丝们 甚至更多的人能走进电影院去 去看清雅极 虽然是我的第一部电影 但 这肯定不是最后一部电影 对 所以 所以我希望 我希望大家 还是能 去好好地欣赏 然后也能希望 粉丝或者更多的观众 也能给 清雅极或给我提更多的 建议 我觉得也是希望 帮助我 更好的成长 我经常听到有很多 演员啊明星啊描述他们跟粉丝之间的关系 有的是认为自己要做榜样 有的是就是要 觉得要彼此爱护 有的呢 就是好像说 大家保持距离就好 然后其实你觉得你跟你的粉丝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互动形式呢 可能在我的 可能在我的角度 我觉得我们 我觉得我跟我的粉丝啊 有一种 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是 我觉得我们 我觉得我们更多的会心灵沟通 怎么讲 因为其实我一直在说 其实那么多的粉丝 其实我们有 大部分的人都是 都是从来没有谋过面的 从来没有见过 其实我也不能 我也不能一一叫上他们的名字 但是 在我们之间的那股 那股 那股能量中 好像这些东西被削弱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我在努力做我 做我 喜欢的事情 喜欢的事情 然后我一直在告诉他们 要坚持自己的梦想 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彼此 都在朝着一个方向去 去努力 其实 就就在出席活动的时候 可能能 能能能见到多 就是希望 能跟他们在一个空间里 可能也不能 像 我跟老师您坐到这 我们好好的说会话 可能也没有这样的机会 但是就想 大家在一个空间里 我觉得就能感受到彼此 跟彼此的爱就就好 但是你会介意别人对你的评价吗 我不会介意 就是比如说 粉丝说你可能这个演的不是很好 或者是说什么 你会介意吗 我不会介意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这个真的 真的不能就是没必要介意 就是我我慢慢会觉得就是你不可能 什么都做的好的 这是不可能的 而且既然你做了这份工作 你要 你要展露出来的所有的东西 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标准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要求 而不是只有观众有要求 但演员没要求 我也有我的要求 但可能我的要求达不到你的要求 但 但我不能去损害我的要求 但是 但是我更希望的是 我比如说有观众会给我建议 但我其实更多的希望是建议 而不希望的是 就比如像老师 你刚刚说 你演的不好 嗯 对 这种就是粗暴的评判 对 我怎么 就是我 我特希望他多打一行 没法回应 对 就是我那我哪演的 我这反而能帮助我成长 而不是说 但就像这种 什么 你演的不好 你别演了 什么 这种就 对 就身不见 就是这个我看完了以后 对我也没有任何的帮助 嗯 对对对 所以 但是其实就是说 现在观众都很盼着这部戏 它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 你自从演完《香蜜》之后 突然之间呢 就是这段时间也没有演什么 那你怎么看待你就是说 前一段时间 所谓的低产状态 其实原因很简单 就是我没有碰到我喜欢的剧本 嗯 我觉得 嗯 我觉得真的有的时候 我可能作为一个演员来说 是 是需要等待的 其实我很多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剧本找来 嗯 我也看了很多很多的剧本 嗯 团队看的比我更多 我自己也问过自己 我跟团队也聊过 是 我也说这么久没拍戏了 但是作为我自己来讲 我觉得 其实我已经不是一个新人了 我出道这八年 我已经拍了22部戏了 其实已经拍的不少了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外界的因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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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要顺应市场 接下来其实你刚才也说到了 说已经不再是一个新人了 那么这么多年的经验以后呢 你现在对有没有什么想转型的打算 有想法 没有 我 我其实对于我个人而言 其实我一直不太理解转型的这个意义 根本意义是什么 就比如说我 我心中有我想 想拍电影的梦 那可能我拍完《青亚集》 可能我之后我还是想拍电影 但我不知道可能对外界来说 之前邓伦拍电视剧 现在拍电影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个转型 但是在我的观念里 我是一个演员 我不管是演电视剧也好 还是演电影也好 还是演话剧也好 我觉得我都是演员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其实没有什么变化 因为我都在演戏 这可能是你最核心的热爱 对 所以可能没有什么太特殊意义的转型 那你还喜欢别的东西吗 我听说有一个特别大家都知道的爱好 就是密室逃脱 那个是你的真的喜欢的这种 我最喜欢 其实密室有的时候 其实那也是一种沉浸 你近距 你跟不管是跟NPC互动 或者跟什么 其实那也是一种沉 那也是一种 你在现实生活中 你体验不到的一个世界 对我开招 其实我玩很多的密室到现在 因为我很钟爱他 我慢慢也会觉得 其实密室是一种心理学 它不是一个 它不光是一个简单的休闲瑜伽 每个人你为什么会去玩密室呢 你一定都有目的的 你的目的可能是 我想体验一种 一种古代时候的人 或者是一个侦探 或者是一个 任何的一个角色 那就是不同的人生 对对对 去沉浸在一个 现实生活中没有的故事 听说你自己也开了一家吗 对对对对 所以就在上海 对对对 还没开业 是吧 打算差不多 快年后吧 对对 我觉得也是一个 所以我想把我的快乐分享给大家的一个行为 我觉得是 就是说听说你有一个外号叫 石家庄伴郎专业户 然后是说你的这些兄弟 还有你有很多素人的朋友 然后你都会去给他们做伴郎吗 这就是我那帮发小 对 我这个我伴郎业务只针对发小 对 而且就是说我也看到以前大家写的一些说 你比就是说他们其实更投入 就是你非常享受自己去给朋友做伴郎的这个身份 其实这跟我现在的工作是有关系的 反而我现在更享受那种 那种工作之外的那种生活 其实那是一个对于演员来说最好的一个补充剂 我发现我接触的人越来越少了 每天我都没有说话的人 这是对于一个演员巨大的一个损伤 就是他们没人沟通 不知道大家现在在想什么 好多的一些词啊 什么什么网友跟我说我都不知道 我就觉得不行不行 我要我要去体验生活 所以在我没有拍戏的阶段 其实我在生活 没事我就回家 不管是陪姥姥也好 陪家人也好 就是我在体验生活 在生活中虽然可能也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生活 但是这种生活的气息 它会给我额外的东西 比如我知道大家在想什么 我知道别人在想什么 这全是能给予我新的一种火力的一种补充剂 对 就是红尘烟火气 然后其实对演员这个身份 它是有滋养的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然后如果有一天你要结婚 你想好了找谁当伴郎了吗 假如我这帮发小孩还有没结婚 就都来过我到吧 哈哈哈哈 嗯 好啊那我们今天就问到这儿 好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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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